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話不多說先帶大家來開展這段影片 真的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為死 你解放台灣就解放台灣對吧 你起碼鞋子穿一下吧 你是在烏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都是沒鞋穿的嗎 還農民軍訓耶 你先打的贏農館再說啦 在那邊解放台灣 先去解放S你的農館 我認為比較實際 也好啦 你們每天累得要死要活 賺的又少 一贏下台灣也是一種精神寄託啦 我在剝奪你們的精神糧食好像有點不太人道 難怪你們會把問題歸在我們台灣人身上 因為我們是你的精神糧食對吧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來點評一下 一位中國博主說的 他們的農民呢 到底賺了多少錢 來看一下 這條視頻能不能通過審核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些話我還是得說一說 現在是11月份 我在山東省青島市 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這裡農芒的季節 家家戶戶都在收蔬菜 今天上午我跟我媽 我們倆人 忙活了一上午 賣了一三輪車的大蔥 300多斤 你們開賣多少錢 一碼二一斤賣了不到40塊錢 你算算人工化肥種子 真的都賠錢 40塊錢在咱們城裏 就是兩杯奶茶的錢 但是在農村 這就是兩個農民 面朝黃土背朝天 整整一上午的收穫 如果說你生活在農村 你在地裏找 你會發現很多60多70多 甚至80多歲的老人 農民都在地裏幹活 那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或者說 只要你還能 還能動 你就要下地幹活 如果說 他們有穩定的生活收入 有穩定的保障 誰不想老了以後 養養花逗逗鸟 對不對 跳躍廣場舞 多開心 誰又願意七老八十了 還拖著一身的病 上地裏來幹活呢 你說那些出去打工的年輕人 如果說 在家裡頭就能掙到錢 養活一家人 誰又不想守著老孩子 繞炭頭呢 是不是 一家人種地倒是容易 但是 如果說 你想靠著種地養活一家人 真有點難了 所以說 你會發現 地頭上幹活的 大部分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 你也千萬別說什麼 農村七八十歲的老人 他們下地幹活 是因為他們閒不住 說白了 那不就是沒辦法嗎 其實 大部分的農村老人的生活 跟想法 它都是很簡單的 只要能吃飽了 能穿暖就可以 新衣服啊 過年啊 走走清洗 有的穿就行 所以吧 你看吧 這就是克強兇說的啊 六億人月入一千啊 小粉紅還在 以那個抖音上 那個一趴兩趴的人 然後來代表全中國 甚至代表你自己 而你自己也知道 你自己就不是這樣子了 所以看到了吧 農民都尚且如此了喔 我有一個同屆同歲數的朋友啊 也是在花蓮務農 跟中國的農夫真的 啊這個待遇我看好像差太多了 這個40塊人民幣是要S人嗎 沒有賺還要倒貼對吧 而且台灣農民啊 你可以因為不同的條件或是天災之類的 升起一些補助款或是補償款 那農委會啊之類的這種單位啊 也會定期開一些課程讓這個青農去上課 一車賣40塊人民幣 換算一下就是177塊178塊台幣而已耶 影片中提到他們自己的這個奶茶物價 一百二十塊人民幣 也就是88塊錢 我相信應該沒有到20啊 可能18、19之類的吧 那請問這樣的物價很便宜嗎 相比這樣的收入還有 對比他們的那個啊 山東的平均薪水跟最低薪水跟中位數薪水 你覺得這樣的物價是便宜的嗎 我住雙北也常喝奶茶啊對吧 不含珍珠的話 落在40到70之間大杯了 重點是我們的起薪 平均薪水還有中位數薪水都比他們高 但他們奶茶的錢跟我們差不多甚至比我們還高 而且裡面不知道是不是科技與狠火 你說要統一台灣嗎 要解放台灣嗎 以農民工起家的無產階級的中共國 農民工的待遇竟然比歐美日韓這種資本民主國家還可憐 比邪惡的美帝還可憐 你還不要去看看美國的農夫 歐洲的農夫 日本的農夫 台灣的農夫 問一下 哪裡更像你心中認為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或是這個馬克思思想 你哪來的臉去背誦馬克思主義跟社會思想讀本 就你們之前那個電視劇 不是播出一個什麼 當孔夫子遇上了馬克思嗎 結果你們現在跟希臘又簽約呢 說我們要跟希臘合拍一個 當孔夫子遇上蘇格拉底 齁齁齁齁 蘇格拉底是怎麼讚揚中國共產黨 是怎麼讚揚這個 秦始皇大一統的概念 齁齁齁 看到中國這樣的農民 再看看你們自己中國的經濟 你問問你們的中國A股吧 中共說今年的GDP經濟有成長起來 穩中向好 你們小粉紅覺得 台灣人造謠 美國人造謠 我們中國越來越強 我們中國哪有像你們說的破敗 你看我還不是有工作 你看我還不是沒有餓死 對你認為的經濟不好是全部人都睡大節 這樣才叫做經濟不好對嗎 齁齁 那你們的標準也太低了吧 那現在就有一個矛盾 中共說這個GDP經濟有成長 但是你們的A股股票 比起十幾二十年前直接腰斬一半 哪一邊在說謊 一定有一邊在說謊啊 不可能這兩個有一定的相關連結 確實成反比 不可能啊 而且你們對經濟那麼有信心的話 粉紅們 趕快去投資A股 趕快把錢都砸到A股裡面 我估計你們連入場的錢都買不起啦 齁齁 但還是有些農村人啊 看了清楚看了明白 怎樣的條件在中國可以過得很幸福 例如這條影片我們來點評一下 我們就看這世界上哪些國家有防火牆 北韓就不用說了嘛 中國也有啊 只是你們違法翻牆而已啊 對吧 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請問我問你 中國14億人口 依照你們中國給的數據 只有幾千萬人翻牆而已 不到一億耶 這個比例來說的話 有十幾億的人信息單一 你還否認嗎 還說什麼台灣什麼井底之蛙 你要確定我們台灣可以看 無條件的看各國的新聞 可以無條件的在 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發表言論 啊你們呢三鐵封號喝茶 我不知道你們哪來的立場戴著紅領巾 然後說台灣人被洗腦 我真的永遠搞不懂這個立場 你看我們台灣哪個小學生在戴綠領巾 沒有啦 我覺得非常好笑 所以這也可以解釋到為什麼歐美日韓台灣人 天天在抱怨自家政府對吧 因為我們每一天要比過去的每一天更進步 但是中共與粉紅就是會拿這一點 拿我們批判自家政府的案例 來彰顯他們中共最棒沒有反對的聲音 而我們都在抱怨代表我們過得比中共更差 所以要統一 所以中國牛逼 但問題是啊 我們批判我們政府的前提 並不是基於一個要比我們政府 或是我們國家 爛個千百倍的國家或是政黨給統一 而且根本就不是在一個水準線上 在討論事情的 當我們在炒要提高我們的最低薪水的時候 你們說要來解放要來解救台灣人 你笑S人啊你的人均公食福利勞工保障 諸如此類的還有當勞工權益受到迫害的那些保護 遠遠落後於台灣你們甚至連雙修都還沒普及耶 你們各自的行業連獨立的工會都沒有 連外送集團都可以成立黨支部 你在笑S人嗎 而最近中國一些產業已經開始放假了 11月提前放了春節非常暖心 我知道之前不是很多人在罵為什麼咱明眼的除夕不放假呢 哎中共聽到了直接讓你們從11月開始放無薪假 很簡單啦沒訂單了 所以讓你們回家不招工啦 只留一些基本的工人負責一些 可能內需的這個訂單而已 或是維持積極的運作 零此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歡迎哈馬斯來華投資建長 現在國際情勢不容樂觀啦 昨天晚上我和我老婆也發生了衝突 造成我方一人受傷 他們沒有失業是屬於慢就業 一個人一生中只要工作過一次就不算失業 有一天打工人找場都難 因為生產消不出 單也少 原因來自於電商 電商還不是要工人出貨有單你在講什麼 我們看上面這個陳光年產業轉型期 低端產業淘汰很正常 隨著一大批先進科技的 市場投資 馬上會迎來下一波經濟增長 放好心帶順應持帶 重促信心 通常一個國家如果要 產業轉型 他們應該會先做產業轉型 等到產業轉型正在進行中的時候 我才會慢慢放掉低端產業 而且你要先彌補低端產業 你可能要先開放所謂的外勞 外籍移工 進來大量的進來鐵穩定之後 你在做這個事情 而且你們中國的高科技產業 你們並沒有穩定的訂單 然後你還說低端產業製造 淘汰 你們在產業轉型轉型在哪 華為嗎 比亞迪嗎 我告訴你並沒有 男的上班送外賣 下班看直播 女的上班搞直播 下班點外賣 加強黨群服務中心建設 可以解決事業人員的就業 我記得是不是有什麼事業基因 這個到哪裡可以領 有沒有懂的人可以科普一下 你想多了 你的錢沒有被拿走就不錯了 昨天分享過一個 舔跟網紅的錢 慢慢領 領不出來 要分很久領 然後一個小粉紅抱怨 再也不用數字人民幣了 因為數字人民幣有優惠 所以充值進去 之後 沒有用就想到取出來 奈何顯示風險 我真的大無語了 用自己的權還存在風險 來我們來看一下 銀行存取失敗 5571 領不出來 也就是說你可以存錢進去 但你領不出來 就像我昨天說的 你一旦加入 你就永遠逃不出來了 OK看完這些 至今還是一堆粉紅 在小紅書上 易營台灣 之前不是炒作什麼 做動車高鐵來台灣嗎 那就有粉紅 批圖把福州到台北的高鐵給建起來 除此之外 連車票都給付上 只要10塊錢人民幣 就可以從中國搭到台灣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你們的 阿Q精神 先撇開台灣的問題 你們在中國 一樣的距離 有可能車票 10塊錢而已嗎 奶茶都賣20了 你10塊錢的車票 笑S了 你們真的來台灣 坐高鐵的話 要國安檢嗎 還要刷臉刷身份證 二次入戰嗎 進戰一次 再上車前 一次 這麼偉大復興 不至於這麼麻煩吧 好不方便喔 好機車喔 現在才會誰來講這一句啊 笑死 你們是不是 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 飛機這種物體 還是你們搭不起 天天搭車搭車搭車 拜託去研究一下 什麼叫做飛機 殲20他也是飛機的一種 不要只知道 殲20 不知道民航機 好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 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 下次見了 掰 來吧